各位呢 您的畫面我稍微切割一下 剛剛老師有提到 想要看一下所謂Google圖書 那這個Google圖書呢 事實上 如果各位老師呢 尤其老師有時候要開那個指定作業有沒有 或是像研究所啊 尤其是原文的 因為中文的部分 簡體比較多啊 因為對它沒有版權問題嘛 對不對齁 台灣有啊 所以中文繁體的比較少一點 但是英文的啊 簡體的 都非常多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 請問大家 您去圖書館或用Google 能夠找到圖書裡面的全文資料嗎 書文裡面的全文資料 不行吧 沒有版權問題 我們到時候找到就是標題啦 介紹啦 對不對 所以以後那個圖書館還是要去嘛 因為有些東西 不能全文 可是未來圖書 那個Google圖書 可能會變成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所謂數位圖書館 各位知道現在最 應該算今年齁 今年台中 不是有一個台灣的第一個所謂的數位圖書館 國中圖 國立台中圖書館 對不對齁 那Google呢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圖書 其實您登錄到Google之後呢 你看齁 您登錄到Google之後再更多 裡面的更多 等一下都要更多齁 我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一個Google圖書 欸 你可以點進來 那用Google圖書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針對書裡面的內容做全文檢討 事實上這裡還會呼應一下 我們上面有一個沒有跟各位介紹的齁 在雲端學習裡面啊 應該上面 有沒有一個電子書的介入跟全文檢討 事實上現在電子書慢慢會越來越多 電子書的好處 它不在於說 就是好像我可以用電腦閱讀 不在於這樣 重點在它能夠全文檢討 因為今天我們不管是用一般的書來看 還是你是那個電子書 最重要的是一般的書我們只能夾書籤 你要找資料有時候關鍵字就不好找 對不對 可是電子書就是有這個好處 那您看齁 我們往下看到這邊 您如果是用這個Google圖書呢 你進來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用關鍵字去找 比如說你看像我在這裡 我可以建立我自己的圖書館 有些時候老師會開那個清單嘛 給同學做參考啊 對不對 我們可能相關的研究啦 那像我這邊 欸不是Google圖書 點這邊進來 好 欸 這個我已經登入 我應該有一些書 有 有 有 這裡有 有一些軟體的有沒有 視訊特效的啊 或者這個啊 欸 我就有興趣的啊 我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齁 比如說我想要找 想要找什麼 像我找電腦類的朋友比較好找 好 來 這裡 好 假設我要找這一個 欸 我就來看一下囉 看一下這本書 您看這裡 有沒有叫搜尋內容 對不對 這是搜尋這一本書的 我就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 如果您上網買書 有沒有之後 開放一兩個章節給你看 但是那個一點都不過癮吧 對不對 因為沒有 我要的啊 他都看 他都拿那個簡單的 或者是 哈哈哈哈 裡面看起來好像圖文定貌的給你看 可是真是你要是要找不到 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 我就知道它裡面有工具叫 好 你看 我一找了 喔 有沒有發現書的內容 關鍵字都有列出啊 在這裡 有沒有 他還會告訴你說 欸 這個是在第幾頁喔 你看喔 總共找到三個有沒有 我先檢視全部 好 總共找到這幾個喔 那 依據關聯性這個頁碼 第幾頁有這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 剛好都在 都在那個啦 目錄那邊 好 目錄那邊 那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快 那麼我們一般 書商 為什麼要跟他做這個服務 因為可以全文堅守 那我書商就不用賣了 幹嘛還要賣 事實上這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沒有版權問題的 也就是完全free的 你可以整本書都找 另外一種就是有版權的 那有版權的 你說他又找得到 那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事實上不會喔 因為 如果你找的 你找的 比如說像我這一頁 你看這兩頁是不是看得到內容 這一頁是不是看不到 因為這一頁呢 就是書商沒有開放出來的 可是重點是 我還可以用關鍵字 找到就是在第幾頁 對不對 那對書商有什麼好處 有 因為如果您平常去圖書 還有那個書局看 請問 是不是都是只有 比較熱門的 比較最近出版的才會在上面 即使您去村民看也是一樣 那麼大一間 不可能全部書都有嗎 尤其是比較冷門的 或是比較早期的 你根本就找不到 那這時候怎麼辦 書商如果我跟他圖 協洽的話 冷門的書 我也可以做全文堅守 有沒有 這個破關率是就變高了 再來您看一下左手邊 他還會告訴你什麼 你可以去哪裡買這些書 對書商來說是有幫助的 雖然我可以給你提供全文堅守 可是 沒有授權的那部分 你還是不能看嘛 可是重點就是我可以知道 在哪裡有這些資料 以後再找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那如果說你某些書 就是已經常常在用的 你就把它加到 類似像我的最愛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的這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我的圖書 裡面剛有那些東西 那我以後要找 這就很簡單 對不對 好要找資料 即便 我有買了這本書 我還是用上面的關鍵字去找 為什麼 比番書快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是 Google圖書的部分 那當然他因為要跟太多出版社團 全球都要談嘛 所以 他的速度也許沒有說非常快 但是會慢慢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好